大家好我是吳秋風 今天秋風又回來我們的1.2億囉 這裡我覺得我的邪惡帝國的變化 好像每一集上線都有一些變化欸 那個A人又做了很多事情是不是 那一棟是...什麼東西應該用不到吧 我的甜莓塔好像也變了欸 現在甜莓塔它是把甜莓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一樣去堆肥是不是 喔那這裡...這裡不能放村民啊 放這個是做造型嗎 那那個...呃...那個刷線機在這裡 喔刷線機在這裡 然後它把那個刷線機的...欸刷線機 刷線機的開關做在上面喔 這麼...這麼分開來喔 這麼分開來喔 然後那個狐狸是在這裡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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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x 欸這個完全擋住我進入這個...狐狸室喔 哈哈哈哈... 這個樹葉要這麼擋嗎 改成...我覺得直接改成那個...騰斑好了啦 不會影響我走...走上走向吧 對不對 對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齁 這個門我覺得 有需要嗎 有需要嗎 對啊 總之就是做成這樣齁 那種刷線機好像很偷偷摸摸 做個什麼很下流的事情 有沒有只能躲在這個神秘的小路 其他還有什麼 得住在附近的人們 蹦蹦頭 烤馬鈴薯耶 哇請大家吃薯片是不是 這裡還有一個箱子耶 得豐哥這裡有很多火藥 送給你啦 神命軍火庫 那個血野鷹是不是 你火藥粉 火藥粉要配合我的這個紙嘛 對不對有紙加火藥粉 就可以做煙火了 欸沒想到地獄也有改變耶 這裡 多了一個王海泥根加 欸 那我今天就去一下 海泥根加看一下好了 之前好像都只有叫別人去而已 我記得海泥根加好像 非常非常的遠是不是 好啦我們就坐礦車 前往海泥根加喔 哇不得不說 這個 欸欸欸 我的礦車被人家打下來了 欸不得不說 這個旅程真的很遠欸 走開啦 那個礦車竟然被 枯弓射下來 欸 這麼久了怎麼還沒有到海泥根加啊 這 這一條路是不是太遠了啦 喔 總算到站了喔 欸 做的真的蠻久的欸 這裡海跟島 喔 海泥根的小島 總算到了喔 我要來看看海泥根加有什麼喔 這裡 欸 這裡有 金蘋果欸 哇哇 UNISON這麼好喔 收信區 這不是我的喔 收信區是這裡喔 我也是這個 呃什麼 阿泥你又在玩電動喔 休息一下看個書不好嗎 喔喔 西瓜片和鐘 然後這裡有告示牌和染料 歡迎取用 就可以貼在這邊啦 呃 伴手禮美人縣領英科 喔 有附魔金蘋果能領欸 開到太多金蘋果 不曉得幹嘛 這麼猖狂喔 那 我就拿個伴手禮走啊 這麼猖狂喔 這裡 哇喔 他這個好像 開服沒幾天 就搞成這樣是不是 很誇張欸 旁邊這裡有 骷髏馬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洞欸 這個洞是幹什麼的 進去看一下好了 喔 我以為這個洞是什麼勒 結果只是從底下穿越過來 然後走這邊的路過來 喔喔唷喔 龍蛋展示群 內有危險 小心 路內小心 有危險 有什麼危險 會有什麼危險 欸 我剛才好像踩到壓力板 所以是這裡有危險嗎 欸 前面 前面有半線溝欸 所以是這個有危險嗎 內有危險 我剛剛還沒有注意到壓力板 喔 有兩次欸 所以 前面這兩個壓力板都沒事是不是 啊 這個有危險 有什麼危險 我是不是應該看一下 欸欸欸欸欸欸欸 真的有紅石欸 內有危險 喔唷喔唷 這裡有沒有危險 這裡有危險嗎 欸 嗯 那 打掉半線溝應該 沒危險了吧 沒危險了 然後 呃 龍蛋在哪裡 龍蛋在哪裡 沒有龍蛋啊 還是要啟動半線溝之後 才會有龍蛋 欸 嗯 啊 我特別還原這個半線溝齁 然後 撞一下喔唷喔唷 好恐怖喔 撞一下 痾 這樣子 會回來嗎 欸會 太好了太好了 喔唷喔唷喔唷喔 好了好了 沒事了齁沒事了齁 這樣子龍蛋有出來嗎 欸也沒有啊 啊龍蛋在哪裡 路內不是要來拿龍蛋的嗎 絲綢之處挖進去看一下 龍蛋呢 欸 嗯 不是說傳說中有龍蛋要在這嗎 還是有人 逼我早來 早就把這個龍蛋偷走了 欸有沒有可能 我要留告示牌啦 龍蛋展示區 沒看到龍蛋啊 沒看到啊 直接留言在這喔 我沒看到龍蛋啊 什麼龍蛋 啊你騙喔 再騙喔 其他地區我還沒看過啦 看一下好了 這裡有一個 這個房間是 喔 雞蛋 然後蜂蜜 喔 球魚鱗甲 偷你一點火把花 和瓶子炒白舞秋風 哇 尼亞斯 直接留我的名字喔 我第一次到好不好 雖然是我叫他偷的 其他地方就是 一般的生活區域嘛 不過 呃 他這邊都 欸有有放一些東西啊 我想說他都沒在生活的 這裡他還是有生活過的痕跡啊 哇欸他家裡還可以直接通往試煉之間的房間喔 喔 這個 好了我沒興趣啦 我已經打完試煉之間了 那 其他的地方 這裡還有告示牌欸 很餓了吧 吃這個很補欸 已經 東西被拿走了 他自己拿走了是不是 喔 參觀的差不多了 這邊還有養這個欸 秀探獸 然後 他這裡到處都是放這個欸 放這個 終界箱 然後放了很多 很多的木頭 這裡都沒有村民欸 一個村民都沒有欸 欸 我看到 海尼根本人了 海尼根 欸 欸 龍蛋欸 龍蛋欸 騙我有沒有 騙我 欸 他受傷了 他卡到牆壁受傷了嗎 這不是我 跟我沒關係喔 我在這邊等他噴裝 欸他噴裝 他被狼 他被狼殺死了 唉唷 喔 嗯 喔 他被狼殺死了 我幫他把東西放到衣櫥裡 結果上線了莫名其妙的就把 那個島主殺掉了欸 問號問號問號 莫名其妙被把島主殺掉了 太好笑了有沒有 我們趕快 嗯 稍微看一下好啦 差不多可以閃人了啦 沒看到龍蛋偷一點 這個地獄疙瘩回去好了 那麼畢竟我家 我們家附近那個 地獄堡壘的地獄疙瘩 早就不知道被人家 偷去哪裡喔 這樣子應該 拿回去 這種應該差不多吧 那還有什麼東西 來到這邊 就只拿到地獄疙瘩喔 喔還有 好像龍蛋的黑 黑石牆 我原本以為 我有機會拿到龍蛋的欸 結果 沒有欸 那裡是什麼東西啊 在他家 最近的 我竟然沒有帶翅膀 最近的那個 不會是村莊吧 喔 喔~~所以可以派幾個村民來侵略他們 直接在這邊徵用村民然後侵略 好像不錯喔 這邊我運了兩隻村民來到這個海耕島喔 欸雖然是...欸欸欸我不小心砍到他了 雖然是旁邊這個村莊運過來的齁 不過應該跟我家的村民也長得差不多嘛 蠻像的嘛是不是 好啦上島上島上島喔 然後給你們命名牌一個邪惡帝國派遣緣 給你命名牌再一個齁 雖然呃好像不是從我邪惡帝國派過來的 你們正式佔領海跟島 好了差不多要回去了我到底來幹嘛呢 在走之前我應該要飛到天空看一下這整個島的全貌對不對 哇海尼根真的是很閒很有時間喔 做了還蠻大洞的欸 哇這個這個建築群 真的是難怪叫他要多讀書有沒有 叫他要多讀書不要 欸欸 上面有什麼 蛤 蛤 龍蛋藏在這 原來如此 喔唷喔唷 原來如此 喔唷 銀河飛龍 原來藏在這裡 OKOK 那這樣我們 呃要怎麼下去 這個 這個是 到底是用什麼砍 斧頭嗎 喔喔喔 他用這個當 天花板喔 好好好我幫你把這個 拿到龍蛋幫你把它補回去喔 藏的 還蠻 蠻隱密的欸 正常人應該看不到吧 而且這一個多的我幫你打掉喔 多的我幫你打掉 好啦好啦我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 原來如此喔 所以那個 龍蛋那個陷阱是騙人的 真正的龍蛋是 藏在這個的上面 哇欸藏的很隱密 這根本就 發現不了啊 要不是我這樣到處亂飛 啊我就miss掉了 好好好拿走拿走 帶走帶走帶走喔 換我藏龍蛋了 喔經過長途拔射總算又回來了喔 我應該不會想再去第二次了 海尼更加沒事住這麼遠幹嘛啦 去到大片 好浪費時間喔 欸欸欸 這是什麼東西 欸我去了一趟 我去了一趟地獄 不是我去了一趟 海尼更加 結果 後面有 後面有這個立繪耶 哇喔 也蓋的 太太大了吧 喔唷喔唷 那個我可以蓋 我的擋住他們兩個嗎 哈哈哈哈 這個也蓋太大個了吧 這在蓋什麼 寄生寄生成這樣子會不會太誇張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那個 我今天就想辦法來藏一個龍蛋好了 藏龍蛋藥藏在哪裡 藏在 藏在 新手村那附近 好像不錯對不對 我來造一個就是 好幾個重複的房間 迷惑一下 這樣子 就沒有人知道 真正的龍蛋在哪裡了嘛 欸我發現 巧克力在 下面耶 偷偷摸摸的 這裡 他竟然在這裡 撈一桶 沿岩漿一下 欸 嗯 啊 這裡是不是 這裡 這裡 欸 欸 是不是這裡 欸 嗯啊 巧克力 啊巧克力 抓到囉巧克力 抓到囉 抓到囉巧克力 抓到囉 你家嘛是不是 嗯 我發現囉 發現囉 這裡有牆壁嘛是不是 來啦牆壁欸 來點水啦 來點水啦 來點水啊 欸 這個夏日很 很熱啊 夏天很熱啊 來點水好不好 清涼一下 好不好 清涼一下 這剛好 我在線上 被我抓包了 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我這次 決定 用這個 生板岩 畢竟 這裡還有很多 生板岩 還沒有消耗掉嘛 那個生板岩 真的不好消耗 我要放出來再挖掉 那我不如直接去下面挖鑽石 而且我身上的稿子 欸 原本那個稿子 我是不是都收起來了 不知道藏在哪裡了 只有絲頭之處而已欸 總之我就是 比照 這個 邪惡帝國的 模式 然後 在新手村 大概 多蓋一點房子吧 就是把新手村這些房子都替換掉了啦 然後 蓋我們的 邪惡帝國 自私住宅喔 那 那個 蓋很多個 然後把我們的 那個 偷來的龍蛋 放在其中一間裡面 迷惑大家喔 首先 我就先改造 這個房間好了 那個 尼雅斯 最近在休息 那個 村莊就由我 我先代管一下好不好 幫尼雅斯改造一下 代管一下 這裡 呃 拆掉 換掉 換成 邪惡 邪惡風格 塗裝 好了我們 第一間 新手 示範村 蓋好了齁 之後 我會在這個 村落 蓋一個 都一模一樣的房子 在這裡喔 長的都一模一樣啊 就是這個屋頂 這個柱子 這個的牆面 這個的內裝有沒有 全部都長得一樣 這些東西就是 可以啟動嘛 這些可以啟動 讓他有紅石機關 輸入到下面的時候 然後就引發一連串的效果 大致上是這樣啦 之後我們在設計這邊的 底下的紅石機關好了 現在先不用了 繼續的來改喔 我們把這個新手村的房子 全面改建過一輪喔 現在每一棟都跟我剛剛蓋的這一棟 一模一樣啦 呃 內裝 還沒有放 對 等一下再補喔 外觀上面 都一樣喔 都長得 一模一樣 那個 外牆也被我拆掉了齁 米亞斯的村莊 全面接管了 目前只保留 一間房子啦 就是原本米亞斯住的這一間喔 保留起來 那其他的全面都接管喔 全面都改建完了 那個 呃 米亞斯不知道休息多久 他離開之前有說 這個村莊就交給我了 那我就 好好的來利用一下好了啦 這裡好像這個建築物跟這個 撞在一起了耶 不要動甘蔗雞 不要動不要拿 呃 我就是要打 全部拆掉喔 哇欸 裡面還有鐵巨人喔 這個鐵巨人生的位置也太 太好笑了吧 好好好現在就是 全面 又動又拿喔 好不好 那個 他的小屋 幫他 這個山頭幫他保存喔 還有這個雪屋也 也拆掉好了啦 又動又拿喔 全面拆除喔 喔剛剛忘記講了喔 這裡我一共蓋了15間 類似的建築啦 那個 Alan有來幫我蓋了幾間喔 對 那個 大概我蓋了 大概 快10間吧 然後剩下的Alan幫我補上了喔 總之這裡就有15間啦 那我覺得 要藏 藏龍蛋最重要的還是紅石機關啦 我先把所有的內裝先補上 這個偵測器 可能等一下用得到喔 先把所有的內裝補上喔 補的都是跟這個同樣的結構啊 現在我們的內裝全部都補上了喔 我覺得要做一些紅石機關的話 就是要在這底下 然後 在這個的下面 用一個偵測器 放在這裡 那這樣子 如果假設上面在 燒東西的話 譬如說 我這邊 在燒東西 呃 我來隨便 燒 燒一個什麼 燒一個原木好了 燒東西的時候 就有紅石訊號傳輸下來嘛 那這邊就會 有 那個 加發射器 或是直接有 TNT 把這裡 炸掉 欸 感覺很好喔 紅石機關 就是這麼簡單粗暴啊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製作大量的TNT 哇 十二格 我至少要做十四格嘛 對不對 十四格就可以一間房間塞一個 其實我想做更多格 我不只一個房間想塞一個 我一個房間想塞 四格啊 四五格 這樣才比較容易炸得死吧 我終於把這十五間房間的機關 全部 設置完畢了 現在 他如果 不小心 啟動的話 我有在這邊打告示牌啦 給大家讀一下 龍蛋新手村 欸 現在變成龍蛋新手村了 有十五間 相同的房子 有龍蛋 也有 TNT 每間房子 都有機關 翻早前請三思 不要任意破壞 會爆炸喔 因為我下面有放偵測器啊 開箱 燒物品 放置物品 放書 拿書 翻書 都有可能 觸發機關喔 那個 十五分之一啊 那個 爆炸的機率 非常高喔 那個 應該可以 很好的保護 龍蛋 就在這裡了吧 然後 我就藏在這個 新手村喔 那個 有興趣 翻早的人 可以來 嘗試看看 最後來給大家 看一下 目前的情況喔 這十五間 坐落在這裡喔 新手村 整個 外觀都改變了 變成 邪惡帝國的 公寓了 這邊有很多 村民 在這邊 自由的奔跑 有沒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祝大家 找龍蛋快樂 大家 那個 觀眾也可以猜 我把龍蛋 藏在哪一號房喔 我們 下次再會 掰掰 過來 有沒有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